近期,日元汇率波动大幅下跌,令日本经济承受明显压力。 而除了日元外,亚洲多国本币对美元汇率也出现不同程度下跌。 专家分析称,出现这一现象的背后主导因素是美元走强。 另外,部分亚太国家经济增长态势疲软,也难以为本币稳定提供内在支撑。 实际上抬升了美元资产的一个回报率,驱动了快兴资本加快回流美国。 我也对相关的国家带来了一个资本外流的压力,与汇率的波动叠加加剧了当前亚太地区面临的汇率形势。 从相关经济体内部经济基本面的情况来看,亚太国家主要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 从23年上半年开始都呈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负增长的情况。 贸易顺差也在收窄。 国内的基本面对于汇率的一个支撑作用实际上也在弱化的,加大了亚洲货币面临的一个贬值的压力和风险。 在亚洲多国货币遭遇震荡时,关于亚洲经济的担忧也在发酵。 专家指出,货币贬值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可能对本国金融市场影响比较大。 像日本啊,还有一些亚太经济体,主要是大众商品进口国家。 所以汇率的快速贬值会抬升进口成本,从而导致国内的这种通胀压力加大,有可能会加剧这种输入性通胀的一个风险。 汇率的贬值可能会导致市场信心的疲软,导致资本外流的加剧。 外汇储备减少,进而可能会加剧一些国家的面临的这种外债负担,债务风险常好会变大。 如果形势金不恶化,它会演变成比较大的一个金融风险,从而也会对国内实体部门的发展带来较大的冲击。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轮亚洲货币震荡中,人民币汇率表现格外稳健,没有出现大幅波动。 传家表示,人民币币值稳定有内在支撑因素。 其实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基本面提供的一个支撑。 目前经济复苏,态势在持续好转,像这种消费啊,企业投资,还有这种工业生产等等,都在向好的态势转化。 另外呢,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国内的金融市场也在逐渐的企稳回升,也有利于稳定跨境资本,从而对人民汇率带来提振作用。 从政策储备,以及这种应对风险的能力上来看,我们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 所以从整个汇率稳定的一个能力和我们的一个经济复苏的一个态势来看,实际上都是有利于人民汇率稳定的。 目前,一些亚洲国家开始出手就会,日元、韩元、泰铢等货币贬值压力略有缓解。 专家表示,2024年一季度,美国GDP增速低于预期,4月PMI制造业和服务业指数均落入收缩区间,美联储降息预期再度发酵。 伴随亚太地区经济复苏态势逐渐好转,未来亚洲货币走势或将逐渐齐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